大家好,我是光头集电 现在很多电磁炉上面的核心器件 线圈盘 都是采用铝线制住的 这里面包括一些大品牌 它也是采用铝线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如何去辨别 闭这个坑呢 我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很实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有两个线圈盘 这个是2005年 我们买的一个电磁炉上面拆下来的 1800瓦 这个是一个大品牌上面的 一个线圈盘 这个是铜线 这个是铝线 我们从外卦上面看 客观都说 这个铝线的线圈盘 它的做法还是不错的 它只是用的材料 它是铝 比很多人指责 当然我也不喜欢 我们先来算笔账 现在的这个铝线 它的价格不到铜线的三分之一 铝的密度也不到铜的三分之一 大家继续查一下铜和铝的 它的密度 铝的密度小很多 对吧 也就是说用同样长度的 和粗细的这个铝和铜 各做一个线圈盘 也就是它们的直径 大小都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用铝的成本 用铝线的制作的成本 不到铜线的九分之一 对不对 到实际上面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铝线线圈盘 它的现金呢 要比我们这个铜线粗很多 我来仔细看一下 这铝线 这铜线 这边比这边粗很多 对吧 因为铝线 它做的要比铜线粗一些 所以这样折上下来 它的实际成本 大概是铜的五分之一 左右 也就是说 我做这样一个铜线盘 它的成本要五十块钱 而我制作同样一个 规格的这个铝线盘 它成本只有十块钱 这是它的成本计算 但是我个人认为 加速号的这个铝线盘 在电子炉 它的使用效能上面 和铜线盘对比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使用效能没有差别 但是这个铝 它的溶点是六百六十度左右 而铜 它的溶点是一千零八十三度 从这个角度看来 这个铝线盘 很容易受到高温的损坏 再有 这个铝线 它很不容易焊接 也就是说用吸焊 不好焊 这个老师傅都知道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线权盘损坏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那么这个电子炉 这就提高了 它的维修成本和难度 所以这个铝线盘 也是很多人的这种诟病 特别是维修师傅 其实 对于电子炉生产厂家 采用铝线 替它重新的这个理念 其实它也是一种创新 一种创新 这种创新呢 无可后悔 对吧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也是支持的 打个比方 我这个电子炉生产厂家 它原来是用这种铜线 制作线装盘 现在呢 它采用这个铝线制作线装盘 原来作为一个电子炉 它的卖价是400块钱 而现在 它采用铝线 它制作的成本降下来了 它只卖350 那么这个时候 它让利了50块钱给消费者 这是一件好事 也就是说 它降低了成本 自己享受一部分 降低成本的利益 然后呢 把剩下的一部分 让利给消费者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它以前卖多少 现在还是卖多少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项创新 实质就是把厂家 想把这个铝 又铜的价格 卖给我们 卖给消费者 前面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选个的时候 如何去分辨呢 我有两个线圈盘对比 给大家分析 铝线颜色浅一点 铜线颜色深一点 然后这个铜线 它硬度比较大 硬一点 这个铝线呢 它比较软 材质比较软 好软的 比这个软多了 这是一种泡面的方法 第二种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线径 这铜线 铜线明显 它的线径比它小很多 小很多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拿一个 油标卡尺 把它量一下 我这里就不量了 这明显的 这个比这个粗很多 对吧 我放到那里给大家看看 所以像这种 基本上就是铝线的 如果它是铜线的话 它不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做这么粗的 那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线圈盘 它是单穿的 单层的 这是磁心 然后这里只有一层 线圈 在盘子而成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 从这里呢 可以看得到的 把它拔开 拔开放大啊 再看得清楚了吧 大家看 这里有一层 这里下面还有一层 是吧 它有两层 铝线 它一般都有两层啊 这是铝线的 这种两层的 一般都是铝线 因为它是这样的 这个铝线盘 它的电阻率比较同样高 做得出 它可以减小 这个高电阻 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 主要是减小发热 大家都知道 这个铝的容点比较低 它受不了高温 所以如果它 做的现金比较和同样 比较小的话 它发热比较严重 然后它的实验说明就变得很短了 容易损坏 所以它第一个是加到陷阱 第二个呢 是做了两层 然后呢 避免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所以大家在分 在选择电视炉的时候啊 可以去看这个现金盘 看它的 第一个 看它的颜色 颜色浅一点的 一般都是铝线盘 第二个 再看它的陷阱 很明显 它 比较要出 再第三个 看它的这个 现金呢 是不是 它的硬度 这个很软的啊 铝线出色很软的 这会硬一点 第四个呢 就是看这个线圈盘 它盘了几层 铝线一般都有两层 有些有三层 但是它有铜线的话 它一般不会使用两层的啊 它是单层的 一般都是 所以这些 就给大家分享了一点经验 我总结了一些经验 欢迎大家关注 逛途极电 我们一起学一电子技术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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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